狗叫聲此起彼落 其力叫聲 仗著人聽了毛骨聳斬 這是藝林集團 台北管理中心執行長 陳敏勳父親的住所 附近住戶控訴 被狗叫聲吵得睡不著覺 記得錄影搜證 準備提告 我想問一次 這個狗狗叫的狀況 一打開大門 陳敏勳父親陳崇義 看見大批媒體守候 匆匆關上門拒絕回憶 時機走訪陳家 我們發現他們是相當低調 不僅是門牌拿掉了 也沒有裝電鈴 靠近的時候就可以聽到狗叫聲 豪宅外不時傳來狗叫聲 陳敏勳家族 位在台北市貼母中山北路上的 400坪豪宅 是由他父親在1983年買下的 養了三隻狗 被鄰居投訴長達半年 里長多次等門拜訪 甚至貼了勸導紙條 將近10次都被撕掉 上喉寫著鄰居的無奈心聲 腔調是很客氣的 請求陳家解決萬上狗費的問題 但始終卻沒真回憶 他們是因為很少跟外面的互動 爬山會碰到 是滿有禮貌 問題是 人家反映這狗的事情 他就沒有回應 鄰居反應無效 只能用賴向里長苦訴 說陳家的狗兒常在夜間跟清晨 嚎腳不停 搞得人精神衰弱又失眠 不然就是清晨四五點亂 叫這樣周邊住戶不堪其肉 根據瞭解連派出所的遠景上門都吃閉門羹 律師表示如果搜診發現狗叫神超過60分貝 可以提出告訴 陳家的鄰居們現在打算集體提告 要捍衛住戶安寧 記者劉士委黃子豐 SG小組台北報導